前几天我就做到了一个梦 然后梦里就是我在和一个现实中的一个好朋友 他不信佛的 我们在一旁说别人坏话 这个时候天很昏暗 然后进入了一个小巷子 有很多人 印尼中我感觉他们是被拉去受惩罚了 然后我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 在梦里一直念礼髮大忏悟文 后来过来一个穿古代牙翼服装的人 他说他打开一扇门 然后让我们两个进去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木门 然后我不肯进 我就一直念礼髮 我的好朋友进去了 我往里一看 有一张床 很多崭新的被子 然后马上听到婴儿的哭声 我就知道完了 他投胎了 接着这个人一言不发 又给我打开一扇门 上面刻着千亩花园和洋房 就是一个很享福的地方 但是我不肯去 我不想享福 他又指着人道两个字 一块牌子 那意思是说 你可以去普通的家庭 我也不肯去 然后他又指着天道 然后天道面前还有一杯水 他拿起来往地下一泼 杯子里只剩下五分之一的水 我的意念里就知道 那就是我修的那个天幅太少了 我说我不肯去 我修的天幅这么少 也去不了好地方 然后我就求他 我说如果要我投胎 我就两个条件 第一要我带着今世的记忆 第二是我要投胎到台脑身边 好好的修 否则我哪里也不去 他看了看 他说那你跟我来 通过三个考验就可以 然后带到一间办公室里 第一个是一口锅 他进门之前还送我一袋牛奶 特别的凉 我说你是不是让我喝掉 他说不是 是让你拿着的 然后那口锅就看着很热的样子 我当时梦里想 要是让我下油锅捞东西的话 我手就是烂了 我也得忍着 我得到台脑身边去 然后结果手伸下去 那锅一点都不热 捞到了一圈卷轴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碰到哪样东西 如果你一过进去 那你就失败了 然后碰到那件东西后 我就感觉把它扔开 他就告诉我 你情是一边修行 一边就是为感情烦恼哭泣 所以导致今是一边修行 一边邪淫有漏 然后心很散乱 我说是的 然后第二个考验是 来到了一个 也是一口锅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铜钱 他让我去捞 也是感觉如果迷惑进去 就不想再松手了 然后我抓住那些铜钱 用力的甩甩 最后他检查的时候 手心里还沾着一枚铜钱 我就感到很羞愧 第三个考验是一个脸盆 里面有热水 有毛巾 然后我拿住之后 就控制不住的自己 铺腾那个毛巾 最后把手拿出来 用力的擦了甩 还在墙上摁着 手上都没有水珠了 我以为没事了 他过来就检查的时候 那意思 这个考验是口液 他就说我的衣服前面 还留着一颗水珠 然后把我带到了一个空空的地方 说现在你跟着我转圈 然后我转着转着 我就发现他的脸变得惨白 感觉就跟牛头马面似的 而且意识开始模糊 我觉得会疑惑 就停下来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很著名的主持人 他就大声的问我 你不去看他 不害怕 这是无人像 那么还有什么 我说还有无我像 然后心就定下来了 又开始念礼佛 那个牙医嘛 没有办法 就对着天空喊 新加坡 还有两个地方可以投胎 还有悉尼 他说你去新加坡可以红发度重 你去西宁呢 可以跟着台长 在观音村里仪式修成 你想去哪 这时我看到一道铁丝墙 铁丝墙的外面 孤零零的站着好几个 穿红色衣服的义工 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 哭着对我喊 你一定要跟着台长仪式修成啊 然后我就在梦里开始矛盾 不知该去哪里 我就开始念礼佛 然后就醒了 我想完了 你 我告诉你 这个梦你真的叫地狱游记啊 地府游记 应该说地府游记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就是说 你现在的业障很重 应该就是说 可以把你拉下去 但是呢 因为你今时有修 所以呢 你可能呢 就是还不会马上投畜生啊 投这种鬼 那个恶鬼道啊 恶 你听得懂吗 现在呢 给你投的 就是说 现在如果你拉下去 你包括你做的这些功德 也最多给你投个人 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把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已经看到了 如果你不好好修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是要投人了 但是投人呢 投个好地方嘛 就是说 能够投个澳洲啦 或者投一个 那个 那个新加坡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人很可怜的 说走就走 对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在讲这个时候 师父就一直心中在想 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相信呢 你看这些人都不相信的 你看看你现在做梦像不像真的 你自己感觉一下 非常像真的 不是真的 是你的真的 魂魄在下面 你听得懂吗 因为等到人死掉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一模一样 跟真的一模一样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无法自主在下面 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的 就是说 你根据你的业力 所以人家为什么 台长经常跟你们说 根据业力所为 你的业重了 你就这样 你的业不重就没有关系 你现在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很麻烦 我想问师父 一天八百 一天许了一千八百遍 礼佛如理如法吗 你慢慢念吧 你一天也不能超过 现在到过年 没几天 可以念十一遍 之后你最多只能念到七遍 不能超过 明白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台长跟你说 邪淫 你这个邪淫 对的 犯的特别 是的 然后我昨天就写了 看我的文章之后 我就自己反省 我发现我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 我过去还跟人家说是前世 其实根本的跟前世没有关系 对 我现在 你要跟人家好 现在有很多人学佛当中 他们这个口业造的大 他想跟某一个人好 他就说我前世跟你是夫妻 我前世跟你是什么缘分 全部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残存 就是自己想跟人家好了 就说我跟你前世有缘分 这些人都是造大业 瞎油锅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跟你说 而且我要向福塞 向台长忏悔 我就想我今天打通电话 我要把我最 最丑陋的一面 说给大家 就是我看到其他同修 在忏悔的时候 先言说婚外情呀 然后流产呀 同屈呀 我觉得那些通通都比我高尚 因为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竟然有手赢的这种恶心 而且时间特别的长 尤其是在学说之后 还屡散不改 我就有时候就觉得自己 很丢脸 一半是人 一半是鬼 这样说的 而且谁都不敢说 尤其是在我犯了这个 邪淫 就是这个毛病之后 虽然一面再念经 再念功课 放生 什么都在做 但实际上 这个境界 还有这个生命的质量 都在急剧的下滑 所以说这个结 一个一个老是不断 你现在知道了就好了 很麻烦的 你真的要自己 要好好忏悔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在人间 跟菩萨 你跟师父忏悔 你还可以有救 我跟你说 你等到到了下面 像你这种人 我告诉你 你去看好了 凡是在地狱里的 在那些受罚的人 全部都是像畜生一样 不穿衣服的 你看人跟畜生 区别在哪里 畜生所有 所有的畜生 都没有穿衣服的 所以一个人 如果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问你穿不穿衣服 对不对 不穿 好了 就是说你是下流的人 所以他就把你 归到畜生道里面 所以你看畜生 猴子你给他穿件衣服 人家都要笑他的 对不对 人如果不穿衣服 那么大家都要笑他的 对不对 对 大家把他当畜生看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是人 因为他已经属于 山山道 接近 山道 所以很多人真的不懂 到今天还在拼命的协议 拼命的做错事情 这些人其实很可怜 他到了下面 你知道要泡落呀 还有下油锅了 还有啊 就天天啊 让你 让你 还有一个刑罚 就是那些男的 不是好色吗 他到了地狱里面去之后呢 他是这样的 突然之间呢 他就是 把他 他们到了下面 没有什么廉耻的羞耻 因为你已经是属于 一个恶鬼了 他呢 就 他就出来一个女的 很漂亮 然后呢 你跑上去抱住他 一抱住他就站住了 站住之后 马上这个脸的 就变了一个恶鬼 就是吓死你的 就这种 然后你逃一逃不掉 给他站住 然后他就 一口一口的 把你的血吸光 然后拉你的筋 拉你的皮 直到你自己 魂魄 觉得昏迷了 就是魂魂掉了 好 痛得不得了 然后慢慢醒过来之后 又来了 就是在这么不停的 无间地狱 不停的 叫你这么受 你不是在人间淫荡吗 他就叫你受这种 还有的女的 在人间淫荡 然后呢 就一种泡落 里面烧的滚烫 然后有一个铜的 叫你上去抱住 一抱住你的皮 烧焦 还有焦味道 整个还有声音 这个皮碰到 就像烧烤一样的 就这种声音 我告诉你 你们去玩吧 太多的人了 所以菩萨真的很可怜 菩萨 关心菩萨 都救不了 无缘众生 菩萨都动不了因果 你听得懂吗 所以 听得懂 所以一个人 怎么样来改变 一个人怎么样改变 不要贪图 眼前那些利益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 不听台长话 不听台长节目 他们真的是可悲 而且他们真的是很可怜的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真的有地狱 他们也不相信 这个世界真的有天堂 所以真的很可怜 所以我希望你通过这个事情 你好好的 没有什么难为情 不难为情 我告诉你 你丢失了慧命 你就永远完了 所以你不能受苦 你只有好好忏悔 这种你要讲 要把自己彻底忏悔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沾染上坏习惯 坚决不可以的 听得懂吗 对的 每次就是看到那个手机里 只要看到有那种色情的图片 跳出来 就会思想偏偏 然后还会看那种网络的手说 就是 就是迷了呀 就是 就你 你就是惹了色魔了 听不懂啊 惹色魔了 听得懂吗 不可以的 听不懂啊 你想想看 从联魂到身体都很脏 对了 现在知道了 所以跟你说了 跟你说了 你们为什么 看见师父这么干净啊 你看看师父走到哪里 这个脸 从身体 你看跟你们讲话 坐在台上 对 你想想看啊 一个人的干净 不是从表面上出来 从内心啊 听得懂吗 小丫头啊 你化妆化得再好 你这个内心肮脏 你这个脸上就会很肮脏啊 怎么 哎呀 我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 碰到苦难 碰到这种灾难了 才开始开悟 要早点开悟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请问台长 是不是 就是说前世的时候 欠的这种感情债也特别的多 对啊 感情债欠的多 而且呢 有一些人呢 是 有一些人像这种色魔 这种强奸犯 这种人都是从动物投胎的 就是说 他做了几十辈子的牛 被人家杀了 然后呢 耕地一生 再杀了 再耕地一生 做了几十倍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投了人了 他的畜生的本性 啊 野兽的本性还没有变 所以他才会去强奸人家 因为动物 他就是在马路上看见其他动物 他就可以走过去了 听得懂吗 对 所以这就是 所以狗一样的 所以很多狗 你在马路上走了好好的 突然看见 对面有一条母狗来了 他打打打打打打就冲过去了 你想想看 这叫动物啊 这叫畜生啊 所以很多男人现在看见女人那个眼睛 那种样子 跑上去勾搭人家 像不像一个狗啊 真的 是的 好了 你自己啊 你自己真的 你自己差一点就走向魔道 你差一点就像变成一个 真的一个 一个肮脏之急的一个情思走漏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改啊 小姑娘啊 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懂啊 跟你说 爸爸妈妈没有像师父这么教育的 现在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会讲 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讲 怎么教育孩子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